52岁王菲惊艳开场 穿白裙进贤巨星饭 谢霆锋可亦必贤爱意藏补主 王菲在娱乐圈绝对是天后级别的巨星了 在刚过去的大湾区中秋晚会中 好久没有开嗓的王菲就重磅出场 歌声还是一如既往的经验 今年已经52岁了 但不管是身材 还是颜值都依依就保持得非常出色 真不愧是国民级女神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女生 在日常生活中会更加偏向于短发造型 首先从实际角度出发 短发要比长发更容易打矣 其次短发很容易凸显出个性跟帅气的感觉 比如对于一些五官偏硬朗或者是气质清冷的女生来说 短发造型会让整个人看上去更加抢眼 王菲这么多年以来 在大部分情况下就都是以短发型向世人 这一次出席大湾区的中秋晚会 更是让发型进行了大胆的挑战 尝试了写分贴头皮处理 要知道贴头皮的发型是很容易暴露头型缺点的 但好在王菲驾驭住了 没有刘海的修饰 将柔顺的短发别在耳后 显得十分清爽 同时也因为发型比较利落 所以五官也展现得更加突出 精致的挑眉配合上温柔的口红色好 很好的 展现了王菲本人的知性端庄气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很适合短发造型 如果你存在下面几个问题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尽量还是要选择中长发或者是长发 路顶比较低 头顶显得平的人不适合 选择短发的话会让脸型在视觉上有一定的压缩感 发质比较蓬松 沙发或者自然卷的人不适合 很容易就会让发型变得凌乱 达不到短发原有的清爽效果 脸型偏长的人不适合短发 短发本身就是会让脸型看上去更加的流畅 但如果你的脸型比较长 那么与短发结合在一起之后 会加重长线条感 显得不和谐 除了发型之外 当天晚会中王菲的服装造型也是相当的典雅端庄 裙子整体以纯白色为主 为了能够更好的凸显出简约感 裙面上也没有多余的花纹装饰 仅仅只是依靠裙子的版型跟棉料来凸显出高级感 并且为了增加典雅的感觉 领口特意设置成了半高颖风格 没有任何性感元素的存在 配合上百搭的纯白色 显得格外大气 而且修身的剪裁下 也能够更好的将王菲的高挑身材给展现出来 配合上半高的星空图背景 艺术气息瞬间拼面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 当晚大湾区中秋晚会的主持人正是王菲的男友谢霆锋 当天她一身黑色交叉领西装造型亮相 谢霆锋没有选择传统的衬衫做打底 而是挑选了更加日常休闲的V领真枝衫 原来与黑西装搭配 两者都是很经典的V字领设计 并且在深度上还有很好的递增作用 在视觉上就形成了很好的层次感 与此同时 谢霆锋手上还戴着一枚个性十足的戒指 立刻让原本显得正式的西装变得更加休闲起来 帅气真是不减当年啊 不过谢霆锋毕竟是当晚的晚会主持人 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 所以在王菲出场的时候特意做了很多避嫌动作 比如别人都在笑着鼓掌 只有她帮着脸 但是偶尔还是被捕捉到了B小的场面 艳丽的爱意还是藏不住的安 王菲在娱乐圈绝对是天后级别的巨星了 在刚过去的大湾区中秋晚会中 好久没有开嗓的王菲就重磅出场 歌声还是一如既往的经验 今年已经52岁了 但不管是身材 还是颜值都依依就保持得非常出色 真不愧是国民级女神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女生在日常生活中会更加偏向于短发造型 首先从实际角度出发 短发要比长发更容易打理 其次短发很容易凸显出个性跟帅气的感觉 比如对于一些五官偏硬朗或者是气质清冷的女生来说 短发造型会让整个人看上去更加抢眼 王菲这么多年以来 在大部分情况下就都是以短发型向世人 这一次出席大湾区的中秋晚会 更是让发型进行了大胆的挑战 尝试了写分贴头皮处理 要知道贴头皮的发型是很容易暴露头型缺点的 但好在王菲驾驭住了 没有刘海的修饰 将柔顺的短发别在耳后 显得十分清爽 同时也因为发型比较利落 所以五官也展现得更加突出 精致的挑眉配和上温柔的口红色好 很好的 展现了王菲本人的知性端庄气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很适合短发造型 如果你存在下面几个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尽量还是要选择中长发或者是长发 路顶比较低 头顶显得平的人不适合 选择短发的话会让脸型在视觉上有一定的压缩感 发质比较蓬松 沙发或者自然卷的人不适合 很容易就会让发型变得凌乱 达不到短发原有的清爽效果 脸型偏长的人不适合短发 短发本身就是会让脸型看上去更加的流畅 但如果你的脸型比较长 那么与短发结合在一起之后 会加重长线条感 显得不和谐 除了发型之外 当天晚会中王菲的服装造型也是相当的典雅端庄 裙子整体以纯白色为主 为了能够更好地凸显出简约感 裙面上也没有多余的花纹装饰 仅仅只是依靠裙子的版型跟棉料来凸显出高级感 并且为了增加典雅的感觉 领口特意设置成了半高颖风格 没有任何性感元素的存在 配合上百搭的纯白色 显得格外大气 而且修身的剪裁下 也能够更好地将王菲的高挑身材给展现出来 配合上半高的星空图背景 艺术气息瞬间拼面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 当晚大湾区中秋晚会的主持人正是王菲的男友谢霆锋 当天她一身黑色交叉领西装造型亮相 谢霆锋没有选择传统的穿衫做打底 而是挑选了更加日常休闲的V领真枝衫来与黑西装搭配 两者都是很经典的V字领设计 并且在深度上还有很好的递增作用 在视觉上就形成了很好的层次感 与此同时 谢霆锋手上还戴着一枚个性十足的戒指 立刻让原本显得正式的西装变得更加休闲起来 帅气真是不减当年啊 不过谢霆锋毕竟是当晚的晚会主持人 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 所以在王菲出场的时候特意做了很多避嫌动作 比如别人都在笑着鼓掌 只有她绷着脸 但是偶尔还是被捕捉到了B小的场面 业力的爱意还是藏不住的安